好过年前许多企业以及社团与善心人士慷慨捐助 让吉安乡倍感温暖 人间福报透过佛光山月光寺 捐赠了80分精致高级的三年年菜好礼盒 给吉安的弱势家庭温暖过好年 过年前许多企业社团和善心人士慷慨捐助 让吉安乡倍感温暖 人间福报透过佛光山月光寺 捐赠了80分精致高级的三好连菜礼盒 给吉安的弱势家庭温暖过年 我最记得欣雲大师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 他说你给人家东西 跟你拿东西 这两个的功德是一样的 所以每次我的家人都会问我说 杨景玉怎么人家给你什么东西 你都说好好好就拿 其实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结缘 是一个结善缘 所以今天要特别感谢各位的钱买 也非常谢谢各位 愿意来带走这一份年菜 相当游淑珍特别感谢企业 宗庙的善心连结 让弱势乡亲可以温暖围炉 谢谢我们人间福报 杨总监今天特别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幸福分享 其实吉安在月光市的所待地 谢谢妙讯法师跟所有的法师 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妹 长期给社会的益助 奉献跟力量 其实我们吉安相公所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族群的 这个名单跟单位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的 你们都是最幸运 也是最幸福的 而第一师子会也连续十多年 在春节前制证加菜精 为老清洁队员在执行 国家清洁周任务的辛劳 师子会这是我们历年的一个 为了房工作 其实因为也感念那个 清洁队的队员 过年那个量太大了 我觉得我们会里面几前 就有提出来说 觉得应该对清洁队做慰问 应该也是一个赞美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来做这个事 乡长游淑珍感谢社团 常年关心清洁队员的辛劳 也呼吁乡亲要配合环境维护政策 减轻清洁队员的负担 谢谢第一师子会 连续十几年来 关心最基层 辛苦劳务的清洁队 尤其在年节的前夕 也是垃圾量爆增 而且激进大家大扫除 很多的这些序话的问题 以及回收跟处理的问题 都是倍增的工作量 谢谢带来暖暖的这样的慰问 也让清洁队感受到社会关心他们 谢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今年也要特别呼吁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 垃圾分类要做好 除余回收不可少 我们希望共建我们洁净的家园之余 也能够带来给我们清洁队的工作人员 更多的一个贴心 尤其是易碎的玻璃瓶 请大家包好另外的做回收 以免伤害到工作人员 过年前夕 满满的善心资源溢注到吉安 乡长游淑珍除了代表乡亲 感谢来自各界的爱心 也要求公所团队尽快把物资发送出去 让更多乡亲能够温馨过节 谢谢陆汇捷安相报道